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孤注一掷 这部反映缅甸黑暗的电影热映之际 曾志伟的笑容似乎也出现了裂痕 原来 这位校匠早已与缅北的黑恶势力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曾志伟入股的澳门恒生集团大本营设在缅北 已经在当地变给开花 这家公司表面上注册于澳门 实则是缅北集团的分支 曾志伟作为股东之一 看似只是进行商业投资 但与缅北如此频繁的商业往来 多少也令人起疑 更令人震惊的是 曾志伟还亲自为缅北一家新成立的公司剪裁开业 并担任该公司的代言人 他的笑脸出现在这家可疑公司的各种宣传资料上 一时间 曾志伟与缅北之间暧昧的关系就此曝光 其实 早在几年前 就有过曾志伟出席缅北公司活动的传闻 但当时大众并不了解缅北的真实面目 也就没有过多关注 直到最近 孤注一支电影的热影 揭开了缅北这块神秘土地的黑暗面 人们才意识到曾志伟或许早已卷入其中 据传 曾志伟还曾在微博上发布缅北旅游信息 号召粉丝前往投资 对一位拥有广泛影响力的港星来说 这样的行为无异于为缅北招人 在那个充斥住葛众诈骗集团的地方 来自港星的旅游介绍 无疑更容易放松人们的警惕心理 曾志伟的所作所为 在外界看来 怎么也谈不上正能量 他频繁出现在缅北各种活动中 无形中为那里的种种非法行为提供了屏障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 在缅北的种种恶行日益曝光之际 这位校匠人我行我素 继续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如今70岁高龄的曾志伟突然紧急住院 他的女儿称 这是由于父亲厂七国量饮酒导致的疾病复发 但对于大众来说 曾志伟的身体状况 是否与缅北完全无关 这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警惕和怀疑 毕竟在《孤注一掷》这样的电影 揭露缅北的种种罪行之后 曾志伟身为一个深受大众喜爱的艺人 却一直与其保持着暧昧关系 这已然让人难以接受 他背后的真实目的何在 一位孝将是否也会隐藏住无法为外界所察觉的阴暗面 关于曾志伟 我们又有多少事真正了解的呢 无论曾志伟处于何重目的频繁涉足缅北 他必须意识到 在那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罪恶 已经让人们对其避之唯恐不及 而一个孝将 若在与这样的地方保持过于暧昧的关系 那他背后的阴影终究也会被时间和事实揭开 1989年 一部名为安乐战场的电影在香港上映 这部电影的导演就是曾志伟 女主角是当时仅19岁的于倩文 剧传在拍摄过程中 曾志伟让男演员在未经于倩文同意的情况下对他进行猥亵 尽管曾志伟声称这只是入戏太深 但于倩文受到了巨大创伤 不得不退出娱乐圈 之后 曾志伟的失业依然一番风顺 但他的私生活始终伴随着葛仲传闻 比如2002年 他与一名叫林苑的女演员发生关系 但后来林苑却与歌手侧田走到了一起 曾志伟对此非常愤怒 导致侧田的事业全面暂停 2018年 女星兰杰英指控自己20年前曾遭遇性侵 外界猜测 曾志伟可能参与了这起事件 尽管曾志伟否认 但这起指控无疑让他的名声雪上加霜 兰杰英在指控后逐渐陷入精神崩溃 最终在家中离奇趋势 在指控曾志伟期间 兰杰英曾回忆 1999年受邀前往新加坡探班时遭遇不测 有人在酒后闯入他的房间对他行凶 考虑到时期和地点 曾志伟不无可能就是凶手 这起事件对兰杰英的打击非常大 多年后他仍未能走出阴影 就在兰杰英指控的童年 曾志伟突然紧急入院 他的女儿仅仅声称是长期过量饮酒导致 但外界依然对曾志伟是否摄入兰杰英被亲一事 心存疑虑尽管有这样的传闻 曾志伟在娱乐圈的地位和声望缺失毫未受影响 他依然活跃在电视荧幕上 受到观众的欢迎 有评论认为 这反映出曾志伟在娱乐圈市里庞大 有强大的靠山 还有猜测他是否与某些不法事里存在关联 不过这一切都仅仅是传闻 目前未知还没有确凿证据显示 曾志伟确实涉入了这些不轨事件 曾志伟的人生轨迹确实引人深思 一个在娱乐圈辉煌一时的明星 在晚年却难逃丑闻缠身的宿命 这让人不禁要问 名利场背后是否潜藏住太多 我们不为人知的秘密 也许只有当事人心里最清楚 我们作为局外人 面对这样复杂的人生 也只能保持审慎的态度 曾志伟的经历提醒我们 明星光环背后也难逃凡人的软肋 但与其批判他人 不如检讨我们自己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缺点 谁也不完美 我们唯有宽容和理解 才能化解困扰这个时代的许多误会 这一切的答案 恐怕只有时间才能给出 娱乐圈有很多明星家族势力 是相当大的 他们凭借这一点 在娱乐卷算得上是如鱼的水 其中曾志伟的一生 差不多就是这样 凭借自己的家族势力 在娱乐圈算得上是传奇 做的一些事情也是让很多人表示愤怒 报七十岁曾志伟病重送医 有爆料称 七十岁曾志伟病重送医 听到这条消息 可能主人公患个人 大家都会觉得有点伤心 对于他真的是有点伤心不起来 爆料称 曾志伟当时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曾志伟一直以来患有动脉瘤 在患病期间他也是不注意饮食 长期酗酒抽烟 可能这也是导致他病情加重的原因吧 在放出的照片中可以看到 曾志伟整个人脸色苍白 眼睛紧闭 整个人依附病态 看上去十分的难受 在之后 曾志伟女儿曾宝医接受采访时表示 曾志伟现在确实已经病重了 已经在医院接受治疗了 移投资缅北诈骗集团 有爆料称 曾志伟移投资缅北诈骗集团 此消息一出 大家都觉得曾志伟此次病重 可能是想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据悉前段时间曾志伟投资了一家 名叫澳门恒生集团的公司 但该公司总部在缅甸北部 并且在柬埔寨设有分公司 但却在澳门没有实体的公司 消息一出 也是直接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要知道最近缅北开始逐渐嚣张起来 关键 曾志伟当时还专门录了一段视频 宣传这家公司 有网友表示 当时曾志伟还呼吁他的粉丝们 去那边旅游 只是去旅游 还是想让大家回不来 还有人表示 曾志伟在澳门赌场 也是有一席之地的 不仅拉拢很多的港兴趣 还让那些港兴片自己加粉丝钱吗 而同样可以就和他们一块分钱 他多次在视频中表示 缅北他们是正规的 合法的 一个不安全的地方 被他说得很安全 早年风流丑事曝光 曾志伟早年风流丑事曝光 这已经不是曾志伟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事情了 曾志伟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风流 在多个节目上骚扰女明星 甚至就连娱乐圈的潜规则 也是被他玩得很明白 他的情感史可以说是更风流 早在之前和他父亲因为贪欲逃到了台湾 在那里认识了王美华 虽说两人有一个女儿 但还是挡不住曾志伟的风流 两人离婚之后 也是和宋丽华在一起了 曾志伟也是直接表示 自己不喜欢被女人束缚 曾志伟最让大家看不惯的就是 当时在录制节目 因为他喝了点酒 就开始扒女主持人的裤子 一时间也是让大家纷纷觉得 曾志伟真的是 曾志伟曾借助拍剧的民意 多次侵犯女演员 假戏真多在他那里 真的是常事 如果曾志伟投资缅北诈骗集团 事情熟失 还希望相关部门依法对他进行处置 也希望娱乐圈可以加强管制 如果一直就是这样的状态下去 恐怕娱乐圈将会是一场更大的赌局 不管怎么样 还是希望曾志伟能早日康复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